女儿死的时候 尸体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伤痕 刀划的 烫伤的 针扎的 可学校和警方害怕幕后黑手的背景 他们一致认定 女儿是自杀 叫天不应 叫地无门 看着善良懂事的女儿 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我人生中的光也灭了 我只能拿起屠刀 亲自送这些人下地狱 警察同志 我女儿真的不是自杀的 我找到了新的证据 我拿着女儿生前的日记和尸检报告 希望警察能还我一个公道 刘警官淡淡瞥了我一眼 行了 你放桌上 先走吧 我们有空会查的 我拦住她的去路 放低姿态 上次你们也这么说死的是我女儿 我没办法一拖再拖 麻烦您 重查一下吧 刘警官更加不耐 说了我们会查的 一个日记能说明什么 搞不好还是你伪造的 去去去 别在这妨碍我们工作 说完就把我往外念 此时我也顾不上男人的面子 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女儿不能往死 你们不查的话 我就不走了 以为这样拿你没办法是吧 此时办公室没多少人 刘警官毫无顾忌 从桌上抄起警棍 朝我身上砸了下来 我忍住疼痛 没哼一声 妨碍警察工作 老子打死你 一下又一下 我几乎趴到地上 嘴角也渗出了血迹 直到一个年轻女警官走了进来 行了 别打了 她扶起我 低声道 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 我的眸光淡了下去 暗自捏紧拳头 既然没人还我公道 那我只能自己去逃了 身后的刘警官还在骂骂咧咧 我一圈一拐地走了出去 二 一个星期前 我女儿死在了学校厕所 学校和警方一致认定是自杀 但女儿一向乖巧懂事 积极生活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我坐在女儿的桌前 颤抖着再次翻开她生前的日记 五月十八日来了一个转校生 她叫邹浩 她真的好亮眼 帅气 学习成绩又好 一来便获得了众多女生青睐 但老师居然把她安排坐到我旁边 我紧张到抄笔记的时候 都写成了她的名字 五点二三 今天我肚子疼不舒服 她下去帮我打热水了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 但我好感动 五点二六体育课 我没有运动鞋 同学嘲笑我 她站出来维护我的样子 让我好心动 她会喜欢我吗 五点三零 她约我出去玩 我在衣柜挑了又挑 找到一件从前的白裙子 有些小了 穿上很紧绷 浑身都不舒服 但我只有这一件白裙子了 我好期待明天的约会 五点三一第一次约会 没有看电影 逛公园 她为什么带我去那种地方 白裙子被染红了 好痛 我们应该算是在一起了吧 六点三 喜欢她的女生知道我们约会 把我拉到厕所打了一顿 警告我远离她 但我不想 我喜欢她 六点九 她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开我 看到她跟别的女生一起玩 我很难受 六点一零 我们很久没有说话了 六点一一 她约我去学校小树林 我很纠结 但好朋友徐文丽一直鼓励我 我决定去看看 七点一零 要是那天没有去就好了 七点一一我好脏 七点一二爸爸发工资了 给我买了新的裙子 还有我还吃的玉腻蛋糕 我才发现 她头上又多了几根白头发 我已经是个烂掉的人了 要是我不在了 爸爸会不会轻松点 不行 我得一直陪着爸爸 不然她一定会难过的 七点一五他们就是群恶魔 日记永远地停在了这一夜 撕心裂肺的痛苦拉扯着我 我的女儿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爸爸一定会查清楚 就算是死也要为你讨回公道 三 我决定先从邹浩入手 乔装打扮后 尾随在她放学的路上 她身边围着不少人 有说有笑 内容却不堪入耳 邹哥又物色上心对象了 这才没多久 你又想爽了 起码得等邹哥完宴吧 邹浩不屑地抖抖肩 别说了 这次的妹妹不行 都不是楚 搞得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还没有周星莹得尽 可惜啊 咱们应该下手轻点的 不然还能多玩一阵 我几乎可以确定 邹浩和女儿的死脱不了干系 听到女儿在他们口中 像个玩物一样 我气得热血直冲脑门 等到只剩下她一人时 我捏住匕首 冲到她身后 刀刃抵住她的后背 别出声 不然我现在就捅死你 她吓了一大跳 手机都握不住 摔在了地上 好 好 我不出声 你别冲动 雨声凄惨的尖叫声 从手机里传来 我视线转移过去 将手机剪了起来 里面正在播放一个短视频 我的女儿 被一群人围着打骂 他们甚至扒下了她的衣服 不停地羞辱她 喜欢勾引男人是吧 看我们把你这件样拍下来 以后还会不会有人喜欢你 还不够 再在她胸口烫个烟吧 一个男生将心红的烟头 按在女儿的身体上 不要啊 女儿凄惨的叫声 让我心如刀脚 从6月11日号到7月15日号 整整35天 拍了几十个视频 我无法想象 女儿是怎么度过那些日子的 用针扎 用烟头烫 用脚踢 女儿除了脸 身上布满青青子子 没有一块好肉 我突然想起 那段时间 明明是很热的天 但女儿还是穿着长袖 太阳好大 我怕晒黑了 我竟然相信了 要是那时候 我再细心一点 女儿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这群畜生 暴毁和愤怒 撕扯的我快喘不过气 走好察觉到不对劲 试探着开口 你 你是周欣颖父亲 我将匕首 从腰间转移到她胸口 用宽大的外套遮住 避开监控 一路挟持她 到一个废旧的工厂 将她绑在一根架子上 我拿着匕首 布满血丝的双眼 如同鬼魅般心红 死死盯着她 你们是怎么害死我女儿的 走好害怕了 吓得尿湿尽 颤抖个不停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刘渊渊 都是她出的主意 还有李东勇他们折磨的她 我什么也没做 你放了我 我爸爸是高官 你要钱还是全 我们都能给你 下一秒 我的匕首就扎在了她腿上 我问什么 你就打什么 不然下次扎的 就是你的心脏啊 她害怕地点点头 六月十一号 你做了什么 我 我 我月舟新颖到小树林 骗她说好好聊聊 然后 是李东勇他们 他们撕破了她的衣服 墙上了她 拍视频的使劉渊渊 我再也听不下去 拿胶带封住她的嘴 一刀扎在她命根子上 她疼得身体止不住地抽搐 我绑得很紧 不一会 她的手脚处 都累出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凄惨的乌业声 回荡在旧工厂 但我不会就这样 让她死去 我用匕首 在她两个手腕处 巧妙地划开一个口子 让伤口处不断渗出血 却不致死亡 再在她手腕下方 放置两个铁桶 我要让她听着自己的血 落在桶里的滴答声 死在恐惧中 一晚上过去 她已经被折磨得不像个人 只剩一口气吊着 我用力一扯 撕开她嘴上的胶带 黏得太紧 她嘴唇上的皮 被带下一大块 露出的血肉 不断地往外渗血 她气息微弱 我错了求求你 放过我 我去你女儿灵前谢罪 我做什么都可以 现在我下身也被你切了 跟废人没两样 求你了 血和泪混在她脸上 看着她这副鬼样子 也难泄我心中之气 你们当初折磨我女儿的时候 她也求饶过 你们是怎么做的 种下恶果的人终将被恶果吞噬 我恶狠狠地拿起匕首 从她的额头划到眼角 再划到下巴 在她脸上划满了三十五刀 一刀一天 已经看不清她的五官了 眼珠失去支撑 堪堪掉在她血肉模糊的脸上 嘴唇四分五裂 她疼到失声 我拿起肩下的凉筒血 一手扯住她的脑袋 将血灌了进去 知道她失去心跳 不再动弹 有权确实可以让你们凌驾于普通人之上 你享受着荣华富贵 使人命如草剑 但我只有我的女儿 任何伤害她的人 都要千百倍地偿还回来 视频里一共有三个男生 一个女生 我放好录影带和视频证据 小心翼翼地处理着Zoho的尸体 将她埋到野外的地里 警察没那么快找到她的尸体 我也能多一些时间复仇 她口中的刘燕燕就是下一个目标 四 刘燕燕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富商 但父母关系不好 常年异地 母亲在外地工作 父亲工作应酬多 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出差 打听清楚后 趁着夜色 我从后院悄悄潜入他们家 却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 似乎曾经来过 刘燕燕正在卧室打电话 我推开门进去 她都没有察觉 我站在一边 准备听听她在聊些什么 你说 Zoho到底怎么死的 电话那头是个男生 她招惹的阴阴燕燕可不少 指不定哪个来复仇了 会不会是周星颖她家里人啊 我有点害怕 毕竟我也参与了 不会吧 她好像是单亲家庭 她爸爸就是送个外卖的 能有多大本事 也对 她就是的耸包 她爸爸也强不到哪里 我们恐吓她 要是敢说出去 就找人干到她爸爸 她居然真的闭嘴了 真是好笑 不过 你们也真是大胆 在学校里都敢杀人 我可没想着杀她 还是李东勇他们玩得太狠了 一个接一个 周星颖一口气没接上来 咽气了 死的时候还口吐白沫呢 还说呢 要不是你出主意 他们能这么晚 谁叫那个贱人 敢跟我抢男人的 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行行行 我这还有点事 先不说了 忍着一口气 终于等到他们挂断了电话 我一把揪起她的头发 将她整个头压进被子里 窒息感袭来 惊吓过度的她 不停地呼喊 好在她家很大 声音顶多传到客厅里 外面根本听不到 算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我松开手 将她捆住 刘圆圆的脸已经憋到紫红 此刻她颤抖着呼吸着新鲜空气 你是谁 我是周星颖的爸爸 我一脚踹向她 她从床上滚落下来 跪在地上 一下又一下地磕头求饶道 叔叔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错了 别杀我 别杀我 我这才看清她的脸 我见过她 她点过很多次外卖 在不同的位置 但都是我配送的 其中有一次 就是在这栋别墅 当时这单原本是派到我同事那里 但是没多久就取消 顾客不需要了 直到单子派到我这里 那天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在门外敲了半天 才有人来开门 屋里传来一阵杂东西的声音 还有女生的哭泣声 莫名的耳熟 我有些疑惑 发生什么了 刘燕燕接过外卖 摆摆手 我妹妹不听话 正爱打呢 没多想 我就送下一单去了 下班后 到家已经是凌晨两点 看到女儿不在家 我着急地打过去电话 爸爸 我今天在好朋友徐文丽家睡觉 她那个好朋友我知道 之前经常来家里做客 徐文丽的声音也出现在电话里 叔叔 新颖在我家呢 你别担心 我会照顾好她的 我这才放下心来 现在看来 这些都是刘燕燕的把戏罢了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居然能这么恶毒 女儿当时该有多绝望啊 自己的父亲就在门外 却不能呼救 我愤怒的一拳砸向刘燕燕 曾经我以为 这辈子我都不会打女人 但现在 我一心只想为女儿复仇 甚至可以放弃我所有的底下 这些人渣就该下地狱 见我真的动手 刘燕燕愤恨地喊道 你敢打我 我爸妈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我冷笑 你妈妈在外面找男人 你爸爸在外面养小三 甚至连私生子都有了 谁还会在乎你啊 你胡说 闭嘴 闭嘴 你这个疯子 跟你女儿一样 都是臭水沟的烂虫 就该腐烂在里面 没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的话深深刺痛了刘燕燕 她竟然不自量力地想要反抗 拿起桌角的杯子 就砸了过来 我轻松躲开 反手扇了她一巴掌 力度之大 她直接撞到墙上 砰 响起骨头破裂的声音 血顺着她的脸往下躺 她突然发疯一般地笑了起来 知道为什么 我这么讨厌你女儿吗 除了那张脸 她哪一点比得上我 她根本不配站在邹昊身边 所以我要毁了她 让她知道 自己有多么微不足道 哦对了 你女儿被耍得团团转 邹昊其实也就是玩玩而已 根本没有喜欢过你女儿 还有你女儿的好朋友 都在欺骗她 不过 你跟她一样没用 既救不了你的女儿 又不能替她伸张冤屈 你给我闭嘴 她的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内心 我将刘燕燕绑了起来 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铁钉和锤子 她继续叫喊 你杀了我 你也会死 我一条命换你们父女两条命 太值了 直到我将钉子放在她的手脚处 开始挥舞锤子 她痛得惨叫 啊 助手 没几下 她就开始求饶 全无刚刚的嚣张其眼 一向娇生惯养的刘燕燕 哪受过这种酷刑 只有让她亲自感受 她才会知道有多疼 一下又一下 我控制好力度 要让钉子慢慢撕扯她的血肉 每身一点 疼痛加剧 直到全部穿透 连着她的手脚被钉入墙壁 每一锤下去 她都疼得大喊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挣扎 挣扎一下 被钉好的部位便会受到拉扯 血窟窿越变越大 我不想死啊 别钉了 别钉了 是我诡弥心窍 我不该这样对你女儿的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重新做人 我迟钝了一下 看着她这副样子 内心有一次的动容 她抓紧道 叔叔 只要你不杀我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再给你一大笔钱 保证你下辈子无忧无虑 下一秒 我又挥起了锤子 钱能换来我女儿的生命吗 你们这群施暴者 凭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忍心 那是因为我还有做人的良知 但身为一个父亲 我无法代替女儿原谅她 女儿求饶的时候 这些畜生只会虐待得更狠 像他们这样的畜生 根本没有心 活着只会祸害他人 危害社会 嫌她喊得吵闹 我又朝她喉咙 重重挥了一拳 她声音变得嘶哑不堪 没意会 就完全失声了 定完后 她还有一口气 我拿起最后一根钉子 对准她的心脏 没敲几下 她瞪大着双眼 失去了气息 平复好心情 我将血迹收拾得一干二净 将刘燕燕的尸体切块后 放入了她家冰箱里 再用她的手机 向班主任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我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去复仇 我现在不能回家 据观察 那附近已经潜伏了许多的便衣警察 走后尸体被发现 我的嫌疑是最大的 我在老城区 找了个没摄像头的街角 蜷缩在流浪汉堆里 这次的目标是徐文丽 她是女儿最要好的朋友 之前经常来我们家玩 看着挺老实的一个女孩 竟然被刺女儿 被自己的好朋友背叛 女儿一定痛上加痛 呜 放学后 我一路尾随徐文丽 准备找机会下手 她却越走越偏 跟她家完全成反方向 难道她发现被人跟踪了 我调整了下距离 往后退了一段距离 再跟上去 直到进入一个死胡同 天色已晚 她的身影渐渐没入黑暗里 我有些急 准备快步冲上去抓她 却听到里面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 草 让老子等这么久 男生一脚踹过去 徐文丽摔倒在地上 她抱着男生的腿恳求 这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了 我都给你 你把视频删掉好不好 你觉得我差你这点钱吗 我想要的东西 到底能不能搞到 这次的有点难 你再给我点时间 上次你也说难 不还是搞到了 是不是最近对你太温柔 你就不卖力了 最迟明天 要是还没成功 你的视频就等着被全校人观看吧 徐文丽惊恐地摇头 不要 不要 明天 明天我一定会办好的 见男生怒气稍微收了些 徐文丽整理了下衣衫 站起身准备离开 等等 男生突然叫停 色眯眯地盯着徐文丽 推嗓间 她的上衣扣子崩开 领口处露出粉色的那衣袋子 作为惩罚 你今天先让我爽爽吧 说着就将徐文丽一把拽了过去 肥胖的手从她领口钻进去 一阵揉捏 徐文丽浑身一震 腿都吓得打颤却不敢反抗 嘴里不停地求饶 不要这样 求你了 男生却更加兴奋了 小剑人 闭嘴 不然周新颖就是你的下场 一听到女儿的名字 我的怒火就烧了起来 提着刀从旁边走出来 男生被突然出现的我吓到 刚刚硬起的下身 立马又软了下去 我定睛一看 这个男生的脸很熟悉 在欺负女儿的视频里出现过 叫黄家豪 她是五人中体型最大的 看起来壮实 实则很虚胖 想着她刚刚对徐文丽的所作所为 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被这样对待过呢 怒从心起 那正好 今天一起都解决了 徐文丽来不及反应 就被我敲晕了过去 我看向了黄家豪 准备先杀她 她提脚往巷子外跑 我猛地踹在她后膝盖 成年男人的力气本就大 更何况我使出了七八分力 她直接骨折 摔趴下了 趁这个机会 我用胶带封住了她的嘴巴 再把晕过去的徐文丽 也用胶带缠了起来 避免他们发出声音 不过他们选的这个胡同位置倒不错 没有摄像头 也没有行人和居民 今天拿的刀是我特意准备的踢骨刀 不说削铁如泥 但把她的身体剁成一节节 简直易如反掌 我一步步逼近 她乌叶地不停摇头 一刀挥在她左手上 她整个手掌被切下来 掉在地上 食指连心 她疼得面无血色 鲜血似箭 接着是右手 左脚 右脚 还有她最宝贝的命根子 依次切下来 摆在她面前 她被疼得晕了又醒 醒了又晕 旁白徐文丽也悠悠转醒 看到这一幕 吓得六神无主 手脚并用地向外巷子外爬 我轻松一提 就将她拉了回来 她瞪大了眼睛 不停地点头摇头 像是有话要说 我想了想 撕开了她嘴上的胶带 她颤颤巍巍地开口 叔叔 让我来杀了她行吗 我惊讶地看着她 一个十几岁的女生 看到这么血腥的画面 不想着求饶 一开口就是要杀人 为什么 我恨死她了 她拍下了我的不雅视频 要挟我帮她们把你女儿骗过去 不然就把视频发布在学校贴吧上 说着她就哭了起来 我对不起周星颖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却背叛了她 还不敢站出来帮她 我现在不奢求叔叔你能原谅我 但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人渣 之后 我会以死谢罪 以为你女儿在天之灵 我冷冷盯着她 你别想骗我 霸凌的视频我都看了 你跟着她们一起伤害了我女儿 是我的错 都怪我太懦弱 要是我勇敢一点 周星颖就不会死了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梦到她 痛苦地睡不着觉 放学的时候 感觉到有人跟着我 我就知道肯定是叔叔 但回家的路上有很多便衣警察 所以我故意给黄家豪发消息 约她到这个地方 这里没有摄像头 我之前观察过 就是为了帮叔叔报仇的 她眼神坚定中透着真诚 想起女儿生前对我说过 徐文丽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她跟我一样 是单亲家庭 但她妈妈对她不好 从来不管她的 所以爸爸 你要跟我一样 对徐文丽好 我想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终于 残存的善意压过了心底的执念 我解开了她身上绑着的胶带 她捡起旁边的刀 走到奄奄一息的黄家豪身边 我出声提醒 故意杀人是要坐牢的 你知道吗 你才十几岁 叔叔 我都明白 但我只想为周星颖报仇 说完她就一刀扎在了黄家豪身上 却避开了要害 一刀 两刀 三刀 周家豪全身都是血窟窿 她仿佛体验到了嗜血的快乐 像是在释放某种东西一样 一下又一下 仿佛扎得不是人 而是一块面包 她边扎边哭喊 去死 都给我去死 人渣 败累 凭什么欺负我们 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孩 竟有如此可怕的一面 看来她是真的想为女儿报仇 这就足够了 她只是性格懦弱 才成为了帮凶 罪不知死 女儿应该也是希望我放过她的 事后 她帮我清理现场 将周家豪的尸体扔到附近的河里 刘渊渊两天没来上课 老师说她请假了 但我想 应该是叔叔已经把她杀了吧 我直接承认 对 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 叔叔 我帮你一起吧 她又接着道 我了解李东勇 她就是刘渊渊的一条狗 我们可以借刘渊渊的名义 将她约出来 反正她还不知道刘渊渊已经死了 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刘渊渊的手机还在我兜里 我拿出来 按照她说的准备给李东勇发消息 编辑好的文字还未发送 徐文丽立即出声制止 你这样说就露线了 她不会对李东勇那么客气的 那你来发 我将手机递给她 再一次对她刮目相看 这个十几岁的女孩 有着超乎常人的细心和警觉 她约在了明天晚上 老城区公园那边 我叹了口气 拍了拍她的肩 你听说的 明天不要来 书手上已经担了好几条人命 反正孤家寡人的 没了女儿 书也不想活了 但你不一样 你还有大好的人生 等事情了结了 每年清明节 你多给我们烧点纸钱就行 我女儿爱吃芋泥蛋糕 有钱的话 也可以拿着东西寄电 书家里的钥匙 在门口消防栓旁边 卧室床头柜第二个抽屉 放着我女儿的日记 以后钥匙有出息了 别忘记替我女儿证明 我不想她往死 说着眼眶又红了起来 刘燕燕点点头 同意了 她走后 我在石头边坐着 点了根烟 没有地方可去 找了个角落待了一晚上 第二天 翻出兜里最后的现金 吃了碗牛肉面 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 继续蹲在公园 胡思乱想了半天 复仇的这几天 让我彻底变成了一个恶魔 女儿看到我这样 会不会害怕呢 六 天渐渐黑了下来 到了我们约定的时间 一个戴鸭舌帽 矮矮瘦瘦的男生出现了 他拿起手机打电话 刘燕燕的手机 在我兜里震动了起来 看来他就是李东勇 我猫着腰 在夜色的掩盖下 悄悄绕到他身后 就剩下最后一个人了 我决定直接给他一个痛快 在我准备出手的时候 他突然转身 你是周兴颖的父亲吧 我上前几步 盯着这个小我几十岁的男孩 你知道是我还来 刘燕燕已经死了 只是警方没有把这个消息 散布出去 你猜 我为什么敢来 我闪过一个念头 这里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不对 是一个小时候 这里会被警察包围 因为我要亲手杀了你 为刘燕燕报仇 李东勇眼里冒出嗜血的光芒 往身后一掏 就拿出来一把小刀 刀锋看起来很锋利 月光下闪着寒光 就凭这个 你想反杀我 我觉得好笑 看准机会 猛然冲出 左拳重击在他手腕上 只听他哀嚎一声 小刀就被我夺走 我转身用被抵着他 矮下身 一个过肩摔 他狠狠地摔倒地上 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用膝盖重重地撞倒 撞到他胸口 他疼得闷哼一声 挣扎着起步来伸 我嘲讽 就这点本事 你脑子是坏掉了 想杀我 他眼里闪过一丝阴寒 我按道不好 侧身一闪 一个锐物刺破了我的后腰 我闷哼一声 疼痛感让我侧身滚到地上 幸亏我以前服过兵役 反应比常人快 不然扎的就是我的脖子了 这小子 真够阴损的 竟然将一个又尖又长的镊子 藏到袖子里 失去了束缚 他捡起地上的小刀 朝我发起攻势 缓过进来后 我忍着疼痛 看准他下盘 匕首扎了上去 左腿一刀 右腿一刀 他直接跪在地上 站不起身 我拿起匕首 准备直接刺入他的喉咙 他却笑了起来 杀了我又怎样 你想帮你儿女报仇 却放过了一个凶手 你就不好奇 我是怎么知道 刘芸芸已经死了的吗 我不耐烦地等着他 有话就快说 是徐文丽告诉我的 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 我激动地喊道 不可能 他不会做这种事 我手机里有通话记录 不信你去看 我捡起他掉在地上的手机 昨晚十一点 徐文丽打过来的电话 通话时间半小时 我气得将手机 直接砸在地上 拳头紧握 牙齿都要咬出血 竟然清醒了他 李东勇吐了口血 继续说 去刘芸芸家发现尸体时 我就直接报了警 只可惜不能亲手为他报仇 不过你离死也不远了 话音刚落 我便听到一阵警笛声 大批的警察 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哈哈 他们来了 你准备去死吧 有警察举着枪冲过来 别动 放下凶器 我发痕 快速将匕首 刺入李东勇的后颈 从前面传出 最后一秒 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喉咙刺破后灌入血 他却再也无法发出声音 害死我女儿的 一个都别想活 见我动手 警察朝我开枪 碰 并未击中要害 只是打中了我的右手臂 强大的冲击力 让我产生了一阵麻木感 伴随着灼烧感 我疼得呲牙咧嘴 又冲上来几个警察 将我手脚死死按住 查探李东勇的呼吸 一个警察朝我狠狠踹了一脚 骂道 该死 还是晚了一步 在审讯室 我承认了所有的罪行 还揭发了徐文立的杀人过程 幸好我当时留了个心眼 将整个过程拍了下来 徐文立虽然未成年 但故意杀人也是要判刑的 很快 他也被抓了进来 由于连环杀人案影响太恶劣 闹到了上面 更是受到了各界的高度关注 记者也参与了进来 一个女记者问到我的杀人动机时 我才将手机上搜集的所有证据都拿了出来 我只想还我女儿一个公证 她真的不是自杀的 这些人校园霸凌 罪有应得 女记者疑惑 所以你就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报复吗 我曾经求助过警察和学校 但我势单力薄 施暴者上面又有人 结果根本是无计可施 无人替我伸张 那么聪明懂事的女儿被他们害死 我这条命就是赔了出去 也要为她报仇 我是一个父亲啊 我用几近恳求的眼神看着她 拜托您 一定要将事情公之于众 与记者有些动容 沉重地点了点头 您放心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酵得够大了 真相一定会公之于众 访问结束 我长叹了一口气 被押回牢里的时候 看到了徐文丽 只可惜没能亲手杀死她 擦肩而过 徐文丽滴滴说了句 叔叔 对不起 我往她身上吐了口唾沫 害人者终将害己 谁也逃脱不了 当夜 监狱长突然亮起灯 向犯人一个个赶出牢房 一个个轻点着 拿着电击棒 恶狠狠地说道 35号牢房刚进来的犯人 刚刚撞墙自杀了 别让我发现跟你们有关系 35号 我突然想起 徐文丽的背后就是35 自杀也好 他罪有应得 我被送上法庭那天 来了许多记者 随着我的揭露 校园霸凌真相公之于众 引起了众怒 收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租号的父亲受到牵连 被停止了 刘润润的家里 生意也受到巨大的影响 很多合作商配上违约金 也不愿意继续和他们合作了 剩下几位也家里 也都受到社会的讨伐 每天都有人往他们家门口 放臭鸡蛋 烂白菜 法庭判决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即使有不少人为我发声 但事情毕竟影响恶劣 我被判了死刑 执行前 我要求去女儿坟前再看一眼 发现摆放了许多鲜花 大概有很多人来祭奠过 在我的请求下 警察额外帮我买了一块芋泥蛋糕 我平静地烧进纸钱堆 别怕 爸爸很快就去陪你 七 我叫徐文丽 父母从小离异 爸爸不要我 我跟着妈妈一起长大 妈妈似乎也不喜欢我 把我当一个脱油瓶 很多小孩嘲笑我 不跟我玩 所以我一直很孤单 直到上高中 我遇见了周星亦 他也是离异家庭 我们很投机 一见如故 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 可我发现 他跟我一点都不一样 他爸爸很爱他 虽然每天六点就要出去工作 但还是会为他准备好早饭 甚至连我都有一份 他长得漂亮 成绩也好 同学和老师都喜欢他 连新来的转学生周浩也对他有好感 我以为我们都是墙角的小草 可他并不是 我嫉妒了 在刘燕燕找我合作的时候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刘燕燕原本只想想给他一个教训 我暗示他 可以将黄家豪他们扯进来 彻底毁掉周星亦 没想到后面 周浩也参与了进来 朋友和曾经喜欢过的人双重背叛 心灵加上身体的折磨 他竟然苦苦熬了一个多月才死去 看着他的尸体 我有一种说不清的心情 明明很开心才对 但我却哭了 害人中害己 黄家豪竟然还盯上了我 拍下我的不雅照 威胁我一直帮他物色新女孩 亲手了解他的那一刻 我双手都在颤抖 还伴随着一丝快感 似乎抒发了我多年来的委屈 周星亦的父亲相信了我 还给我嘱托了后事 但我又骗了他 他被警察抓捕的消息登上头条 鬼使神差的 我去了他家 翻到了那本日记 日记的前几页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 开学第一天 到陌生的环境了 我好忐忑 但是我遇见了一个女孩 叫徐文丽 我有预感 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我跟我的爸爸说 要对徐文丽像对我一样 爸爸爽快地点了点头 我很开心 我想让徐文丽 享受到家的温暖 我泣不成声 原来 我曾经拥有了世界上 最美好的友谊 但我却亲手毁了他 警察很快就找上门 我没有挣扎 他们说我年龄小 大概率不会判死刑 但我突然觉得 像我这样的恶魔 根本不配活着 我撞死在了监狱的墙上 叔叔 对不起 周星颖 我来给你赎罪了 全文丸 全文丸